随着科技的进步 现在很多的新能源车型 它们都会配备有自动泊车功能 而对于自动泊车 其实很多网友或者消费者都会心存疑虑 它们到底安全吗 实用吗 因此这一期视频 我特意挑选了四款目前关注度比较高的新能源车型 而且它们也都配备了自动泊车 来一场疯狂泊车大挑战 看看到底谁的自动泊车更安全 更高效 更实用 我推荐的是这台蔚来ES7 相较于以往的蔚来ES6 ES8这些车型 它的亮点就在于诞生于蔚来的第二代技术平台 它的智能科技更进一步 而且全系标配自动泊车 要说智能科技 那得看我特斯拉 毕竟人家自动驾驶那么牛 自动泊车那么小意思 我今天推荐的是这台特斯拉Model Y 不过比较尴尬的是 Model Y需要花钱选装自动泊车功能 而这台车我们就花了6万4选装了FSD 我都花三四十万去买电动车了 还得再花钱去选装自动泊车 你这多少有些说不过去了吧 还得看我这台车 阿维卡L 长安 宁德时代 还有华为 三巨头强强联合打造了高端品牌 它的智能泊车辅助系统呢 包括APA自动泊车辅助系统 RPA遥控泊车 以及AVP代客泊车 而前面两个都是全系标准的 全系标配有什么好兴趣的 我这台小凤机轿 遥控泊车和自动泊车也是全系标配 并且它还有全场景的智能辅助系统 实力同样不可小觑 那智能科技的表现如何 最重要的当然是硬件配置了 为此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四台车 它们的硬件表现到底怎么样 在目前智能驾驶领域里面技术比较先进 并且也是很少车型在用的激光雷达数量上面 除了Model Y之外呢 另外三台车都是有配备的 阿维塔11 小鹏G9和蔚来ES7呢 分别是三颗 两颗和一颗 那毫米波雷达数量呢 同样小鹏G9和阿维塔11最多 超声波雷达四台车都是12个 摄像头数量呢 蔚来ES7最多 一共是15个 从硬件配置上来看的话 阿维塔11是占有绝对优势的 但实际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呢 第一关 从最简单的垂直泊车开始挑战 挑战规则 四台车进行垂直车位泊车 要求在没有任何车辆参照的前提下 快速识别地面的车位线 并且将车辆停在中间车位 看看它们是否能够完成挑战 谁的用时更短了 我们蔚来ES7率先出战 来吧 可以停车在屏幕上选择车位了 注意观察环境 开始吧 开始了 它到的这个路线还是停住呢 我还要再来一把 调整一下位置 我对它还是挺放心的 完成 正理过关 OK 来看一下这台阿维塔11 刚刚未来ES7的泊车速度还是挺快的 我们看看能不能超过它 然后泊车也比较方便 直接放盘上有泊车按键 咱们准备321开始 寻找车位 找到三个都找到了 开始驳车 松开 开始驳车 注意周围环境安全 这个就有点老司机的操作了 一般我们停车的时候 我也会先往前方打一下 屁股磨一下 然后再倒就做 这样做是最容易让你一把入位的 看它到底怎么做的 整个过程非常顺滑 往后倒 一直往后倒 这么快成功了 好了轮到我了 咱们往前开 马上到车位了 看它能不能识别到 找到车位 如需驳入 请停车 只识别到两个 请踩住刹车 再触摸屏 点击开始 驳车开始 请注意周围环境安全 哑线了 哑线了 因为两边没车 所以它压线了 看看能不能一把电 OK 轻轻松松 他们三个都能成功 我摸到歪还不是小意思 现在开始 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 咦 怎么又提示 不行不行不行 再来一次 这次我们慢慢地整 不是吧 又过了 这么清楚车位 再来再来 你可以的 找到了 找到了 有屁 挂入倒挡 现在不知道是哪样车位 哦 开始了 终于停进来了 这个车位识别 为什么这么慢呢 好在驳车过程中 还挺顺利的 我这个 算全成功吧 结果自主品牌的三位选手 如砍瓜切菜一般的 毫无压力 都能顺利通过 你人大跌眼镜的时候 这么清晰的车位线 特斯拉Model Y 居然无法快速识别 经过多次尝试之后 才能够找到车位 这确实得碰平气 不过识别到车位之后 Model Y还是能够像老司机一般 快速地将车辆停进车位 第一关的四台车都算挑战成功 成绩排名如下 第一关的难度相对简单点 入门一些 四台车算是比较顺利的通过测试了 不过在第二关难度可要加大了 因为除了日常生活中 有垂直和水平泊车之外 我们很少会见到这种斜侧泊车 而很少有车型能够支持这种车位的泊车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看 这四台车到底能不能挑战成功了 第一关嘛 是我太大意了 这一关我肯定行 我先给你们打个样 哦快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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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是吧 又没找到 好再来一杯 还是不行 车位还没识别到 我已经很慢了 这太难道了 看得出来第二关梦梦是信心满满 不过却再次被打脸 因为特斯拉Model Y呢 只支持垂直和水平车位泊车 对斜侧车位呢 并不能够识别 因此这个环节只能遗憾退出 那么接下来的三台国产车表现如何呢 嗨 Nomi 在呢 打开自动驳车 开始帮你找车位 可以停车在屏幕上取责车位了 注意观察环境 我要开始驳车了 有点难 请你帮我停一下吧 诶 它怎么识别到这里了呀 我后面就是安利他呀 哎呀 完了完了 看来这个鞋侧的车位 还是没有识别到啊 找到车位 同需搏入请停车 在触摸屏点击开始 搏车开始 OK 挑战成功 完美 轻轻松松嘛 来看一下这台阿维塔腰会不会挑战成功 还没有开之前 其实在液晶仪表盘上 已经能够看到 它已经识别到前面的装筒路线 包括两个斜侧停车车子了 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大 OK 走你 我们可以快速一点去寻找车位 找到了 这个找车位的速度是真坏啊 寻找车位的时候 你甚至可以把十足提升到十几公里秒数 安全 OK OK 没有问题 OK 搏车完成 没有任何难度 结果面对高难度的斜侧搏车 只有阿维塔11和小鹏G9能够顺利通过 两台车几乎都有着老司机般的操作体验 不过从车位识别速度上来看的话 阿维塔11要更胜一筹 它也是四台车里面唯一能够做到 到达车位之前就已经识别到车位的车辆了 这一点确实厉害 不过为了考验这两台车的搏车安全性 我们再次增加了难度 车辆搏车的过程当中 我们用假人道具来模拟儿童穿越 看看他们的表现到底如何 找到车位如需搏入请停车 请踩住刹车 在触摸屏点击开始 搏车开始 请注意周围环境安全 好 目前一切正常 好 车位已经进去了 我现在能看到假人了 请注意后方有寡刹风险 驳车已完成 我差点想踩刹车了 我的天哪 感觉好近 但它现在自己刹停了 然后 我看我再踩一下电门 还能不能接着到 没反应 现在是已经显示驳车完成 然后自己挂入屁档了 开始驳车 注意周围环境安全 OK 假人开始出发了 假人开始出发了 现在假人离开 嗯 它就继续自动的后退 OK 博车完成 识别到甲仁之后 刹停的那个动作还是比较柔和的 甲仁走开之后 它又继续去博车 然后完成整个操作 这个操作的手法 其实说实话非常的熟练 很自然 表现成功 结果两台车都能够提前识别到甲仁 并且主动刹停车辆 保障行人的安全 不过小鹏G9识别到行人之后 博车被打断 无法继续 而阿维塔11则聪明很多 识别到甲仁离开之后 不需要任何操作 它会继续完成博车 不论是操作流畅度 还是体验上 都要更加智能 更聪明一些 那经过前面两关 特斯拉Modo Y和蔚来EAS7 很遗憾 全部被淘汰了 所以接下来就剩我们两个了 那我们今天一定得分一个高低 让你看一看我这台小鹏G9的实例 OK 没问题 咱们接下来就最后一关 终极考验 在狭窄的封闭 断头路呢 无规则的停放车辆 并且是留一个没有划线 不规则的狭小空位 模拟拥挤的停车场 并且用装筒摆放狭窄的道路 通往停车场 要求车辆自动驳车之后呢 再自动驳出 看看到底谁能够通过终极考验 这个绝对算得上是噩梦级别的驳车挑战了 因为它不仅要自己去寻找车位 它还要判断这个车位能不能停进去 然后再进行驳车 但是我这台G9配置这么高 是吧 激光雷达也有了 说不定就成功了呢 第一道啊 开始驳车 能不能识别到 我这马上要到头了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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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要到头了 找到车位 不需驳入请停车 请踩住刹车 在触摸停点击开始 试一下 驳车开始 请注意周围环境安全 这能识别到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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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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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是这个车位啊 不是应该那个吗 识别到后面那个位置了 我的天 重来一遍重来一遍好吧 这次我再往前多走一点好吧 我甚至可以把方向提前给它打好 把车头的方向选择好 我看看它能不能识别到 哎呀到头了到头了 不行不行我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这不能服输啊我的天 再来一次好吧 最后一次 这次不成功就真的真的失败了 先把角度给它调好试一下 这根本就识别不到啊 这个位置有点刁砖 我都不行我感觉它也不行 现在压力来到我这边了 那这台AVITA11呢 它是可以实现全融合感知博车的 理论上可以通过各种雷达 各种摄像头啊 然后经过芯片的各种计算 可以提前更精准的去判断车位 包括这些不规则的车位 它也是可以识别到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 到底行不行 OK 出发 它已经提前都感知到了每台车的位置 看到没有 那就是看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车位 找到了找到了看到没有 你看很明显它是一个不规则的车位 然后它已经找出位了 我们直接开始驳路 开始驳车注意周围环境安全 因为这台车比较大 但是场地是比较小的 它会像老司机一样会 多容计划发展吧 不易寡凑风险 哇很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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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啥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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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对距离的把控很柔和很精准 这种生活中可能经常会遇见这种停车上 我觉得对于我这样老司机来说 都不一定能够这么精准的 迅速的去把车辆停进来 OK 火车完成 而且两边的距离还是可以的 能够正常打开正门 那像这种比较复杂的停车场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能不能够自动的驳出 OK我们直接点击 上面有直行和左转了 我们直接点左转 看到没有 开始驳出 开始驳车 注意周围环境安全 看到没有 再给你回正一下 OK 车辆不出来了 这个时候你直接可以挖挡 然后人工操作就可以出去了 哇 这个 确实很厉害啊 那最后来总结一下 通过我们实际体验和比拼 那只有我这台RV2L是全部通关 完成所有挑战的 我是给过你们机会了 但是你们不中用啊 从实际的体验来说的话 其实RV2L它在车位的识别速度上 识别率上 以及在倒车流畅度上 其实是四台这里面表现最好的 更像老司机了 其实我这台小鹏G9也挺厉害的 嗯 你看前面几关很轻松的就过了 就是最后一关有点难 没识别到 不过比另外两台车好多了 我这台未来ES7也还好吧 第一关第二关前面都还行 就是那个45度停车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识别不出来 但是总比MODY好吧 我都没想到MODY是第一个推出的 我们也没想到话 OK 那我们本期的疯狂博车大挑战呢 就到此结束了 咱们下期再见